好今天我們再來多聊聊陳秋林老師他的音樂作品給大家聽好了 說到這個陳秋林老師的作品 其實跟我們也有一點關係是因為 童彭斯老師我們之前出版的這個弦音樂專輯 我們也有用到他的一段冠狀 《煙花愛》這一首歌 這首歌其實他也是走到的很後面的一個作品 我當時候收到的時候我也認為這首歌非常好聽 他不應該就是要被遺忘掉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納入專輯裡面 是 那這首歌聽說我們收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同時我們也有把這個歌拿去給寶祖阿嬤 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寶祖阿嬤還在 他還健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透過這個關係跟他聯絡上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聲音給他聽 也問他我們想要唱這首歌 阿嬤那時候也很開心 他就說這首歌這首歌很久都沒人說 你們還會知道要唱這首歌你們來行的 我也記得寶祖阿嬤很健壇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老人家 他那時候就有講過說 其實這首歌是陳秋林老師 就是有點像是怎麼講 在講他的故事 在講寶祖阿嬤自己的故事 所以阿嬤她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她自己也都感觸很多 回想到以前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往事 對 她就是在跟 就是說裡面有一句就是說 她是賣意不賣身 她就是為了她的愛人 她絕對不會去出賣她的身體 她就只是為了 她會淪落這個煙花的世界 她只是因為不得已 那時候其實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訪問 這個寶祖阿嬤的時候 她就有說 其實那就是你講她自己的故事 因為那時候 你那個演員的 深色場所跟陳秋林老師認識 老師後來就是跟她 就是把她 怎麼講的就是說 他們後來認識相知相愛以後 然後結婚 那這個就是阿嬤對她的一個承諾 所以就會有這首歌曲 所以那時候阿嬤在聽 我們想要再翻唱這首歌 再讓這首歌給更多人聽到傳唱的時候 阿嬤自己都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老師其實在創作音樂上 他不只是在 他連自己的生活故事 他也想要把它寫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認為 一個音樂家 他不只會寫別人的故事 他也會寫他自己的故事 對 對 這種歌 他的原來被創作的素材 其實是來自於自己的身邊 最親密的人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當時那個時代 生活其實是很辛苦的 對 要面對生活上很多不得已 而且不如意的這些事情 能夠熬過來 那個過程 那個其實是很動人 他們那時候 他們那時候還要去繞軍 還要跑繞軍 對 而且那時候還為了一些生活 他們那時候 陳秋林老師還有為了 要議員這個唱片夢 他還開了這個唱片公司 就是為了想要讓這些好音樂 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沒錯 這個我覺得就是說 老師在於這個音樂的這個生活上 或是說他想要分享的這個文化上面 他也拼盡了他的權利 做了很多努力 沒錯 沒有錯 所以你今天有帶你去繞來嗎 當然 那太好了 那不然我們今天就是 用這個古今對照的方式 好的 我們就放一段繞去繞 這是那個時代播出阿嬤他們那時候的煙花愛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自己專輯裡面的煙花愛 來跟這個阿嬤他們致敬一下 好的 我們聽一段 然後我們再回來跟大家繼續聊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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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來 去 來 來 來 心哭水千金 心掛傷口音 全人君相信 若倫的愛是真意 愛人啊 愛人為 恩是 賣命 賣命 說到燕花愛這首歌 其實那時候我記得跟你們一起去看保住阿嬤的時候 那是很可愛的老人家 而且你還很討厭 故意在人家面前唱 把人家唱到人家在那邊哭哭 沒有啦 我們也是就這樣唱而已 其實阿嬤那時候聽你在唱的時候 他在流眼淚的時候 他其實他覺得就是說是在唱他的心情 對 我知道 因為事後他有說那時候 他有回想到以前自己年輕的時候往事 對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阿嬤還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我們覺得都很感動 他說他在之前因為有不小心摔倒 摔斷了腿 他沒有怎麼樣 就是他後來康復了 後來他又得了癌症 他積極的治療也好了 其實就是為了等待我們跟他見面的那一天 我聽到說 哇 頭皮發麻 對 他就說我死不去 就是為了今天要跟你們記面 我就是為了要來 對 所以你就會 這聽到老人家說的話 其實心肝的心情很複雜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一直跟他說 我們找時間要趕快來再跟他分享 後來我們專輯做好以後 我們就趕快寄給他 讓他聆聽我們的作品 對 那阿嬤他也很開心 這些作品都一直在被流傳 所以以前在像陳修林老師或是寶珠阿嬤 他們在那個年代的時候的創作 其實藉由寶珠阿嬤的親口 去跟我們介紹他們以前的生活的面向 我們才知道說那時候要寶珠阿嬤 要做創作啦 要做經營唱片公司啦 都是非常不簡單的 其實很困難啦 尤其你要想 這個陳修林老師 當時候他在經營唱片公司的時候 他當時在百阿嬤吧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你要看要製作材料 他那時候還要委託 就是說他把這些作品寫好以後 他其實是要委託日本那邊的唱片公司 來做這個鴉片 製片 沒錯 對 那變成說所有的開銷推廣 那其實都是一筆很不小的一些費用 那你要想 就像我們講的在那個氛圍啊 其實你要叫大家把錢拿出來買唱片 對啊 不太可能 對 所以變成是慘賠 只是為了要想要推廣這些音樂的文化 沒錯 沒錯 甚至好像還有聽說 剛剛戰後的那個年代 好像因為政治也不是很穩定 對 對 對啊 就要先避難一下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寶珠阿媽跟我們講的很多一些有關於 陳秋林老師在深淺的一些故事 你都會覺得說 喔 那有一個 說得不太聽說 哪有一個阿呆的玩意 你這樣 射成要做奉獻的那個感覺 對啊 就為了想要奉獻 只是要奉獻嗎 都不用吃飯嗎 整個家都要對這樣吃苦嗎 只是為了想要把這些好的音樂留下來 是 有人要願意去分享 去推廣 他們都很願意 對 沒錯 對 沒錯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像煙花這首歌 我們在唱的時候 其實如果沒有聽到寶珠阿嬤的那個故事 就可能就當作一般的 我們就揣摩一下那個情境來做演出 但是聽過這個寶珠阿嬤 他親口跟我們講述這些構思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原來這首歌跟他的生平 這些往事做一個連結 不管是在後面在聆聽 還是說我們有機會去演唱這首歌曲的時候 那個感覺完全不同 就是那個畫面 我們自己會帶路 那個畫面會一直出現 阿嬤在跟你聊 聊他年輕 他們是怎麼一路苦過來的 那他當時候 這首歌被創作的時候 是在講怎樣的心情寫照的時候 你那個畫面一出來的時候 你在唱歌那個感情 絕對大大的加分 真的真的 因為有些時候沒有聽過的時候 我們就各憑想像 我們就是自己去想像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去咀嚼這種文字的美感 然後我們就帶路那個角色去這樣 可是有聽過這個真正的 這首歌的創作背景 而且是就是當時的創作者 出來跟我們說 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真正的跨時空的旅行 是 就回到1930年代 或者是初期戰後的這個時間 是 哇這個真的是感覺完全不同 不一樣 大家可能很難去體會這種心情 所以我才會說 音樂的故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嗯沒錯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待會第三段回來 我們再來繼續聊聊 陳秋林老師更多好聽的作品 送給我的